人恒七十日古来戏 古习之年到了这个年龄段的最后 我们该做什么呢 安享晚年 稍微抢抢轻浮 因为年轻的时候都在造福 同时呢 因为你这个时候身体已经跟不上了 只能如此 那就消耗一下了 那一辈子也不要太辛苦 也要享福嘛 人生的乐趣 那虽然 你的身体精神跟不上了 如果你还能做一点的话 也不要逞强 不要学西方那样 说山高我威风 这个时候就挑战 还在攀登高峰 挑战一些年轻人的事情 那真的是傻瓜 都在学他们 可不可笑 很孤独的 西方的老人 没有家庭的观念 这个时候 子女 也都不在身边 如果在中国来讲 除非一种 中校不能两全 指的是 是有前提的呀 你能为社会 国家做一些贡献事情 顾不上太多的小家 顾不上你自己 那 了不起 这是国家的 一个人 而不是 小家 那同时呢 这个年龄 说也不算早亡了 死就死了 也不要吃白看 我还能做点什么 嘴巴 即使 不够用了 不好用了 用言行举止 其他的方面 方式 去表现一下 对 子孙的 一些重要问题的 提点 因为你经验是丰富的 哎呦 多少最后再积点得呢 唯一能做的事 还有 也是为自己呀 以后来考虑 人不是一世 我们反复再说 都是牵连的 那更多的呢 都是活在过去 回忆一下 这一生 那我的 究竟做了什么 做的怎么样 那以后 能不能 再好 或者让后代 那种徒弟 保持一点这个家风 祖德 再传续下去 接班人 拉上来 什么都不说 都考虑自己 那不是 家有一老 乳有一宝 那是有一贼 这个就很难听 很严肃 什么都 自私自利 都想着自己好 还能好成什么样 年轻的时候 都活在 将来 因为很多事情 你还没有体验 还不擅长 还不懂 还有很多改变的机会 但是这个时候 就活在 以前 好好总结一下嘛 要不然你 再过几年 你说不定 到不了下一个年龄 多少 你想都没有时间想 那岂不是很可惜 甚至很可悲 白胡了 然后 如果说 你真的身体足够好 精力 更旺盛 那还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真的就是 太空八十余文化 你看 我们现实 周世强 本师 在这个年龄段 才真的是 蒸蒸日上 来大陆 越来越火 甚至走后 还 名垂 你看我们这个 平台的 国学 易经 一半的份额 都走了五六年了 还是一塌为数 暂去这么多 所以 你真的 才叫大气完成 经得起磨练 要千锤百炼 你才能大成 你又不然都是小气